奇妙造物主 和哉,那些清樂為善,清善為樂, 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 以甜為苦的人 以塞亞書五章二十節 你會不會有試過分不清甜味和苦味的經歷? 一般來說,這不是什麼難題 因為大多數人都喜歡甜甜的味道 而大多數有甜味的化學物質都是附陷熱量 是一種良好的能量來源 但對於苦的化學物質,人通常都會表示厭惡 很多植物生物鹹,暗記蒜蕾和安鹽等 試起來都是有苦味的 而且多數都是有毒的物質 因此,味道苦就像一個最好的警告牌 上面大大字寫著請蜜食用 其實分別甜味和苦味的細胞之間 有一個很有趣和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們都由多種不同的化學物質構成 使得他們能向大腦發射訊號 雖然現在我們仍然對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化學物質 以及檢測系統的工作模式所知甚少 但他們似乎都能用很多方式提醒我們 這是令人愉悅的甜味,還是令人不快的苦味 有證據表明,當食物分子插入接收器細胞表面 並觸發味覺時,兩種系統都會開始工作 但亦有其他證據明確指向下面的結論 在各樣引發反應的食物分子中 至少有一些能夠迅速穿過細胞膜 並且在細胞內的訊號傳遞通道中去到工作 很多人會吸收某些含有苦味的植物生物件 其中之一就是極容易讓人上癮並且有毒的尼古丁 它是由煙草植物的根部提煉而成 煙草植物是有毒的,為了殺死食葉的昆蟲 吸煙的人會吸入少剂量的尼古丁 主要的作用是洗人,高度的依賴吸煙 咖啡豆裡面也含有很多生物鹹 包括咖啡因,不同種類的黃飄零,茶鹹,可可鹹和葫蘆巴鹹 在這裡我只是單單舉幾個例子 其中有些是非常苦的 但由於它添加了其他化學物質用來遮蓋 很多人還是深深愛上咖啡的味道 咖啡因也會使人輕微上癮 對於重度咖啡飲用者 如果是早上不喝咖啡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頭痛 覺得做什麼都做不好,沒有精神 我要感謝我們的創造主 賜予我們如此可靠的味覺系統 是我們能夠清楚分辨食物的好和不好 當然,這個世界的大片子也是處心積累 去到混淆善與惡的定義 我的創造主,我的神 我邀請你走進我的生命 進入我的感覺接收器 這樣我就會永遠明白善與惡的區別 求你堅固我的意志 使我積極向善,迴避惡事